我是觉得刚刚好 组队的时候 我们是想加李神炫的团队 他们是今天记忆最深的一个舞台 James制作编曲 再加上另外两个不同的嗓音 这是一个最强的节目 就是他们在音乐的表现中 既真诚又高级 而且可能性非常大 我一直希望说有机会跟他合作 他对我也非常负责任 当他确定不会跟我合作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 没有耽误我其他的时间告诉了我 你要聊聊吗 要不要聊聊 我们队员是基本上做出了一个选择 然后这一次的 下次再合作 好 没问题 我特别不喜欢放鸽子 尤其是忍在野都有各个很好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也不希望给别人一个虚假的一种希望 他们是下次再加希望 没关系 我觉得他也对我很坦诚 这就叫做君子往来 请问你们对我们组有没有兴趣 其实很有兴趣 有兴趣 两个传奇都来了 我们的主持人现在他在订 现在 现在 你们知道 您就选歌给我们 是这样子的 我是比较肯定的有一个我心目中的要的 而且 这个是我们四个人都 马上也想出是心目中的第一 我觉得就OK了 我们现在今天要听咖的 不是剩下的 永远 是 有一个很明确的选择以后 我是没有纠结没有焦虑 所以我没有留任何第二个选择